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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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二少爷 您喝点热汤吧 这是我亲手做的 您喝点儿吧 二少爷 您这又是何苦呢 你喝点吧 就算我求您了 刘八 在这干什么 谁让你这么做的 下去 娘 您听我说 我不要听 你无非是想跟我说 你要娶这个女人 对不对 可以 除非等我死了 你还要做唐家的子孙 还要回唐府 就马上跟这个女人 一刀两断 否则 我就等着 没有你这个儿子 娘 娘 您看看 您看看婷婷 她是我的骨肉 是我们唐家的骨肉 您不能这么强行的 把我们家散口拆散啊 娘 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有他们就没我 自己好好想想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舒涵 你先回去吧 真的 我和婷婷没事的 你娘咬了你这么长时间 你得听她的话 别让她难过啊 为什么要听她的 她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 我明白 真的 我没事 我真没事 回去吧 你要是现在跟我走 以后 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啊 啊 让主 舒涵 看把你俊的 新兰花收拾得怎么样 快了快了 看我们这一表人才 对对对 一表人才长得真俊 谢谢各位了 快点收拾啊 赶紧去迎娶 我去看新兰子准备得怎么样了 快点啊 快去快去 娘 好了 没事没事 我来 云儿 来 把这饺子就当作圆宝 多吃一点 明天好到上海去 您吃吧 来 云儿 来 这是干什么呀 您不是说这金竹子 得等我出嫁的时候 才给我的吗 云儿 你这一走啊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如果这半路上碰到一个核心的 忙忙活活的把自己给嫁了 到时候你到哪儿 找娘来要镯子 来来来 娘给你戴上 戴上 这这这这 娘 那这我就更不能要了 您看您哭什么呀 真是的 我呀 要是您不在身边 我跟谁成亲去啊 您真把我当野丫头了不成 也不知道哪一个野小子 能看上你这个野丫头 哎 娘就错了 那看上我的 我还不一定看上她呢 但是我要看上你 嘿 嗖嗖嗖嗖嗖 一套缰绳 看她我哪里跑 哈哈哈哈 呀 我总算到了一个好女婿 吓死我了 好女婿也替我哭嗖一个呗 你男人不在长春吗 一无事二夫 哎呀 我说活寡都那么多年了 也不容易了 你看 今天你成婚 我也跟着臭美了一把 你那花花肠子 小当当 小当当 行了 花儿来 请亲了 来了 新娘子 准备好了没 好了好了 我看看 行吗 现在 当然现在了 给我看一下 盖上红布图 新娘子来了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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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振增粮 英雅卖天丁 好呀 快呀 好呀 小明月 好呀 请可我的嘴 嘴在你身上 无奈红颜若受人相违 二半高堂 那是什么高堂呢 太难以不答应 哪来的高堂 不行 就算淑涵的娘不同意我们成亲 该行的礼你们还是要行 书涵 不如我们就处你们家拜三拜吧 请你的 对对对 行礼如仪 素玉说的对吗 那边 书涵啊 那要不也给我娘拜三拜 应该的 我们家在这边 快点 快点 请先探指指间 化成理念 好 好 好 夫妻对拜 拜拜 送出洞房 送什么洞房呀真是的 人家都是老夫老妻了 你可不天天都两岁了 还送入洞房呢 赶紧接袋头接袋头啊 就在这接吧 书涵 接袋头接袋头 快点快点 接袋头吧 快点 快接袋头 快接吧 宋云 快点 好 好 来 走走走走 来 书涵你坐 喝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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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各位 来来来 谢谢各位了 百年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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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百年好合 百年好合 早已有几天 百年好合 你不得来 我不得来 你不得来 怕 你不得来 你不得来 你不不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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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怎么了 没事 我脚抽筋了 没事吧 没事 我睡了 你睡觉不脱衣服 好了 你 你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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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脱衣服 脱啊 你不把头转过去看着我怎么脱啊 好好好 对对 别看啊 别看 不看 嗯 好 好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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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年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 不管多穷多累 我都从来没有想过 要把他卖掉 这些年苦了你了 冲击往后我们共同患难 永远不分开 我不哭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何况我们现在还有婷婷呢 对了 婷婷呢 婷婷被春花带到她的房间 睡觉去了 那就好 有事我真的不知道 就跟做梦似的 我都怀疑这一切不是真的 我什么都听不见 你们记住了吗 我这口真的很疼 什么意思啊 怎么回事 是真的 不是做梦 真的 我真的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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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 什么 我 你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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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光临八方雅集 请 各位请 请 请 小姐请喝茶 谢谢小翠 不客气 卢叔啊 咱们这次八方雅集的开幕 真的是很成功 业界的很多前辈都来捧场了 而且报上的反响也很好 辛苦你们了 小姐 您别这么说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要不是老爷和夫人去得突然 小姐您也不会小小年纪 就承担起家大业大的责任呢 不过现如今 咱们八方雅集经营得好 也可以告慰老爷和太太的在天之灵了 这 这 智元 卢叔你看 这不是智元吗 你看卢叔 这是 这是智元吗 他 他没有死吗 小姐 这智元不是在您面前去世的吗 这人死了哪有复活的道理 这人死了哪有复活的道理 这是长得像吧 是我自己欺人吧 小姐 您看 这报纸的图片哪 也不清晰 您看这轮廓像哪 终以为是他了 这也情有可难 照我说呀 您别太往心上去了 老师 老师 您先去忙吧 我想一个人进一进 出去走走 小姐 我陪您一起去吧 我想一个人进一进 初香啊 你的眼睛看不见 这地扫得倒挺干净啊 这活儿我干惯了 那就好 秋香啊 你还是要将心打开才是 这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痛苦 这难以凝复的 杨世间的父母 长久的挂念 往日的鲁肉 这对于一个 夭扯的孩子来说 又增添了一个 无效的罪 好 秋香啊 两个人多了 放下啊 多谢师父开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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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一定是放心不下我 所以才会在我身边守护着你 志愿你知道吗 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 你走了以后 你娘也不见了 是我对不起 没有照顾好救相依 不过 我想你保证 我一定会找到她 好好地照顾她 我本来想跟你一起去的 但我想了很久 终于想明白 我只有真心八方雅集 完成我父母的夙愿 才能告慰他们的在天之旅 志愿 我 如果你全下有志 我请你保佑我 帮助我 买风筝嘞 买风筝嘞 买风筝 我 好了 我们在这儿卖吧 妈妈 那只大鸟真好看 我又大鸟 婷婷 买风筝 买风筝 那个呢 不叫大鸟 那叫风筝 你是不是想要啊 妈妈给你去买啊 但你要在这儿帮妈妈看这摊子 买风筝了 买风筝 买风筝 哎 姑娘 你买风筝啊 这多少钱 这个蝴蝶啊 这个蝴蝶啊 十五个铜板 十五个 对啊 十五个可以买二十个鸡蛋了 这么贵啊 那你买小的 五个铜板 这个 两根罐 那张纸 你买五个铜板 那抢人不要棒子的 你便宜点吧 多少钱 不能便宜 就五个铜板一个 三个 五个 三个 起码五个 算了 你买不起 走吧 其他地方去看看啊 来 卖风筝了 漂亮的风筝 卖风筝了 卢人还能被尿憋死吗 我不信没有办法 这位 高先生 卢叔 我们家小姐不在 不过她说了 她十二问分感谢高先生了 对小店所做的宣传 这是一点小意思 不成劲 卢掌柜客气 但是我高某来 不是为了这个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啊 高先生在新闻界 那是鼎鼎有名啊 等下次有时间 卢某一定请高先生 好好地喝两杯 那高某先谢过卢掌柜了 但是下次希望 谢小姐帮来 告辞 晚了 我做完 真好看这颜色 真好看这颜色 快点 没事 婷婷 看 好看吗 好看 妈妈告诉你啊 这是爸爸 轻手画的 真的喜欢 铁花 铁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什么事情都不会干 帮不了你 苦了你了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呢 还分你的我的 我再去煮一锅 不如我去帮你吧 不用 上茶 唐太太 西克西克呀 徐董事长 好久不见了 请坐 请坐 唐夫人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唐夫人今天来 有什么事吧 老爷 唐夫人是来兑款的 兑多少 她要兑全部 全部 掌柜的 我记得他们存的是定期 提前兑值 可是要赔偿损失的呀 老爷 按规矩是这样 那请问怎么个赔法呢 扣除七成本金 什么 扣除七成本金 徐董事长 您这不会是 拿我们唐家来寻开心吧 听唐夫人的意思是 只许唐家寻我们徐家的开心 徐董事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们对回备的事 一直都跟我们乖 可是我们也是 好了不用说了 白纸黑字的合同 都写在这儿 对与不对 都在这里 我有事出去一次 是非 这儿 这个菜怎么是这么摘的呀 那应该怎么摘 我这 我是你这个脑子里面 是什么东西呀 我的空心菜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你问他 我看你辛苦 所以我就帮你摘菜 没事 没事 我觉得这个干活是女人的事 你呢 画好你的画就可以了 唉 这少爷沦落到我们贫民窟 真是造孽呀 啊 哈哈 不过也没关系 这个菜吧 这么摘也能炒的呀 对吧 孙爷爷 那当然了 我说巧的呢 我炒什么都好吃 孙爷都说了 这样摘没问题 你骗我 还说我来吧 真是岂有此理 简直欺人太甚 居然要扣掉我们七成的本金 这不让我们血本无归吗 这跟强盗有什么分别 回复人 钱捏在他们手里 我们也实在没办法 眼下要紧的是 把剩下的钱周转出了 想办法保持生殖才好 嗯 知道了知道了 是 娘 这次这个亏咱们吃大了 那可不 做卿家不成 做成仇家了 我们那些钱 现在不取出来的话 到时候肯定一分都不剩 是啊 哎 树伟 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呢 哎 怎么了 你愿报辞了 啊 死了 为什么 欲驾之罪何况不死 啊 哼 这还有说吗 帮儿臣又是徐家在搞鬼 徐家不是你们医院的大股东吗 看来 他非要把我们逼的走投无路不可 好 挺挺啊 多吃点啊 来 哎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啊 好 哎 你买的 没有 春花给的 快吃 快吃啊 来 挺挺一块 素月 爸爸一块 哎 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爱吃咸蛋 不行 吃点咸蛋才有体力啊 哎 好不容易人家能给我们一个 快吃 点蛋黄 香不香啊 好不好吃啊 你也多吃一点 空心菜刚才自己摘的 很有成就感吧 我为你 嗯 舒晗 能住这种地方吗 刘妈来过 都跟我说了 应该是这儿没错 大哥 大嫂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看看你 好久不见了 来 照你这么说 薛家吞了我们这么多钱 是 你也没工作了 和强盗有什么区别 都是我不好 过热的风 害了你了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我只担心你 娘这一病 怕是难好 舒寒 娘的心病 还给你这新药 才能有好玩 娘 有人来看你了 我都病成这个样子 谁都不想见 不见不见 见到这个人呢 您的病就能好一半 进来吧 娘 舒寒 我回来了 真的是舒寒呢 真的是舒寒 是我 舒寒 娘 你回来就好了 你回来就好了 回来就好了 娘可想你了 你回来就好了 娘 祖月回来了 这个女人来干什么 这个女人是来干什么的 娘 我 娘 说一下癌 伺候此人 知道您病了吗 我不需要 我不要见到她 这个扫把心 赶快出去 锦衣 给我拧她走 娘 听见没有 娘 您生着病动气 对身体不好的 可我是个粗人 我知道 但是 我能干好多事呢 是啊 我可以给您擦擦身子 端屎端尿什么的 我都能做 是啊 你听见没有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是想让我一口气上不来 气死我是不是 这样你就安心了 你就开心了是不是 没有啊 你有听见我说话吗 赶她走 娘 您别激动 赶她出去 别动气 这样吧 忍出去 您先出去 您别激动 快躺下 娘 您别生气 请坐 原来是这样啊 徐家怎么会这么对待我们 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们先不认 人家才不易的 我们有什么资格怪别人哪 你一个人冲动 我们全家人跟着你受罪 好 舒汗 你一心何日 你心安吗 我明白 所以我愿意回来 帮着大哥大嫂 渡过难关 你愿意回来 嗯 你愿意回头 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太好了 舒威静怡 你们听见没有 我们赶紧就位 快 纯秀 给我换衣服 我们赶紧去徐家 陪你道歉 娘 您都变成这样了 您怎么去啊 哎呀 不能去也得去 我听说了 珊珊每天哪 都以泪洗面 她心里还有你 她还是想着你的 我们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来不及了 娘 我和苏云已经败过天地了 成夫妻了 喜爱 如爱 你真心 季宇 去把那个女人给我叫进来 娘 你叫我 请啊 真没想到 我这个玩鹰的 却让鹰给灼了眼 栽在你这个乡下女人的手上 你别再给我装了 你好阴狠哪 我给你钱你不要 不肯离开淑寒 原来是想捕获书寒 取你为妻 名正言顺地分我们唐家的财产是不是 娘 苏云怎么可能这么想呢 她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没问你 你给我闭嘴 杨素云 我跟你说 想进我们唐家的门可以 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马上给我写字句 说从今以后 我杨素云 放弃唐家一分一毫的财产 春秀 拿纸笔给她 是 快 快点 是 那 娘 不需要吧 天哪 怎么不敢签了 你们看看 她不敢写吗 她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 娘 我不识字 我不会写 什么 原来一个目不识钉的女人 都可以混进我们唐家当媳妇 娘 你也太侮辱人了吧 那是你自找的 好 好 我写 梳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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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了 咱们走吧 走 书涵 娘 娘 看见了 看见这个舞女子 他怎么舞女我吗 书涟 书涟 你看见你弟弟了吗 我白疼他 白疼他这么多年 你一定要争气啊 不然我怎么办 书涟 千万别毒气 身子有紧 书涟 我不能指望他了 现在只有你 放心吧 我只能指望你了 那 你会好起来的 放心吧 本人唐书涵与妻子杨素云 自动放弃唐家财产继承权 特此立军为平 好啊 书涵 你居然为了一个 吐了巴基的女人 一个不识字的女人 我只能指望你 就这样切断 我们二十年的母子情谊 你好狠心啊 陈满清啊 陈满清 你这辈子 为了这个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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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望了 妹妹 该吃药了 吃完药 病就好了 姐姐 今天不喝了 趁我还清醒 我想跟姐姐 交代姐姐 是 淳秀 你先下去吧 是 姐姐 姊姊 自从我嫁入唐家以来 就也知生病 婆婆年事已高 德纲也常年经商在外 这唐家的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都是姐姐一个人张罗 可便是书尾 便是姐姐一个人待大 你我是至亲的表姐妹 还分你我吗 不管是为了你 为了书尾还是为了德纲 我都该义无反顾 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些 我根本不在乎会牺牲些什么 别人要不知道的 以为我贪图堂着的权势财富和地位 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 只要妹妹你明白我的心意就好 我当然明白姐姐的心意 这辈子 我欠姐姐的 太多太多 姐姐 我知道 我知道我快不行了 我说的 都是真心吗 姐姐 我就把书尾和德纲 托回来 满山 满山 书尾 过来 跪下 给姨娘磕头 起来 起来起来 快起来 满山 叫姨娘为娘 娘 以后 就把她当成 亲娘 知道吗 好了好了 起来吧 起来吧 来 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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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姐姐好就是对我好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一定要答应我 不然我死了 德纲 你就答应她 要不然她就是死了 你有牵挂呀 你 现在 我先安心 妹妹 妹妹 满飞 满飞 你放心吧 你怎么样满飞 满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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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我一个人 真的好苦 你把我丢下 你把我一个人给丢下 别喝了 多哥 少爷 我是春秀 少爷 该起床梳洗了 老太太在厅上等您过去呢 有阿娜 没有夏五 你快会去 好吧 ли 你快要張 你快要ры 快 德纲 今天是我们大婚之日 洞房之夜 你怎么可以这样 离我而去呢 你这样一走 唐家的人会怎么看我 你为我想过吗 德纲 我求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甚至越可恶 可是你已经娶了我呀 我们已经拜过天地 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不管你愿不愿 夫妻的情人 一定要留给我 要不然 我怎么再躺下做人呢 这一切 都是你自找的 你的 天职 你一知 你一知我一知 你一知我一知 连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别自己说 是不是 我独守独房 看着红烛敌枕内 一点一点的守护你 等来的 却是新的 却是新的 铁石一样的新城 已经快七个月了 肚子还这么小 我有点不放心 娘 娘 我怎么听人家说 说肚子怀得小一点啊 要是肚子太大 孩子大了不好生 胡说 孩子越大越好养 那 我就从今天开始 多吃点补品 实际上 孩子应该还来得及养蛋呢 哎哟 你也真奇怪 请了大夫来瞧瞧 有什么害羞的 春秀 明天 一定要把大夫请过来 给少奶奶看一下 是 夫人 听到没 知道了 假怀孕之事 千万能能在你这儿 来 娘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 睡不着 我出来走走 你呢 你怎么也这么晚呢 工作嘛 夜里风大 当心着凉 娘 工作的事情 您就别担心了 西医院 不是只有徐家义家开的 我已经和我美国的朋友 联系过了 他刚刚回上海 想要开一家私人诊所 他让我过去帮忙 你就放心吧 真的 真是太好了 要是你弟弟淑寒 有你一半懂事 我都谢天谢地 淑寒还年轻 年轻人难免弃盛嘛 您千万不要跟他计较了 这样 我送您回房休息 不用了 这么晚回来 你还是早点回屋休息吧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那好 娘 夜里风大 千万别着凉了 好了 你看你多啰嗦 快去吧 我回去吧 其实 我有叔为这样一个儿子 就够了 来 听说我前脚到寺庙还愿 后脚你就回娘家待产了 是啊 娘 都怪我不好 我不小心动了胎气 您又不在家 所以我一害怕 就回娘家待产去了 还鞭呢 你骗谁呀 娘 你鞭什么了 我真是看错你了 怪不得德纲不要你 他看透你了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 给我滚 娘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懂啊 根本就没怀孕 那孩子 也不是你生的 我真不知道 那孩子 你是怎么生出来的 真是他 你活着气死我 你费尽心机 设计这一套 想满天 过海的糊弄我 没那么容易 娘 娘 娘 我知道错了 请您原谅我 好吗 娘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也是希望给您老人家一个交代 这是希望能够在唐家好好的立足 才做突如自愚蠢的事情 我求你 饶了我这回吧 好吗 娘 你犯下了这滔天大错 你还想 继续留在唐家 休想 娘 要你的 带上孩子 马上给我滚 娘 您赶我走 这不是要逼死我吗 不能上哪儿去啊娘 我求你 您就饶了我这回吧 如果您执意如此 那我之后 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快去 我求你 死 也等出了这个唐家门 你再死去 等等 娘 把这银修书带上 让我们唐家给你们家也有个交代 娘 我劝你 做事别做得太绝了 我告诉你 我不会去死的 而且我也不会离开唐家一步 我还要光明正大地 把书寒带大 你什么意思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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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这封修书 我不会认你 你驾的是德纲 不是您 又不要修罗 可以 你让德纲心 我就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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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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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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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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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很毒 好 很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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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怎么就这样子能呢 少奶奶 跟着少爷的李掌柜回来了 快请 李掌柜 少奶奶 老夫人 老夫人 我回来晚了 对了 李掌柜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少爷呢 我跟随少爷半年 在北京探访上京 请问老太太离世 我们便齐城南下 走进河南 谁想 河南正在闹威 少爷不行了 少爷怎么了 他身怨恶极 东方一尺无小 就 就在河南新乡 没了 少奶奶 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这么快就这样没了 真的 真的 我不信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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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多心急要紧啊 少奶奶 爹爷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在惩罚我吗 还是报应在我陈曼青身上 没想到 我抱养了你 却因此气死了婆婆 失去了丈夫 莫大一个家 忽然之间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在支撑着 我大一个家 忽然之间 我既要教育你的同一个书位 又要养育心生的你 还要忍受着 一日夜孤枕难眠 你今天 为了一个不识自得 一个吐了巴基的女人 就用这种方式 来对待我 来报答我吗 淑海 吓着了 吓死我了 你要的颜料 颜料跌价了 没有啊 你还说呢 这玩意儿贵得跟黄金一样 那你还买这么多 反正呀 我卖杏仁茶 省吃俭用给你买颜料 放心好了 这样下去不行了 我一个大男人 不能总靠你不是 什么你呀我呀的 我都嫁给你了 总之你画画的事呢 我不懂 我估摸着 应该跟熬杏仁茶差不多 这时候到了 杏仁茶的香味搜飘出来 就能卖是好价钱 你这画画呢 也是没到时候 都到了时机啊 你得挣钱养我 别说啊 别说啊 你虽然从来没读过书 但有事说出的话嘞 还挺有这里的 那是 你也不看我嫁的是谁 我娘养我二十年 还不如你了解我 如果有朝一日 我变成大画家了 我成名了 我一定加倍补偿你 那你怎么补偿啊 想怎么补偿就怎么补偿 那你陪我回娘家吧 回娘家 我来陪 对啊 我出来前一天晚上 我娘还说呢 以我的性格 要是碰上我喜欢的男人 估计半道上 就把自己给嫁了 你娘会算命 连我都算出来了 那是 我娘神着呢 哎 这样吧 我们一定要大大的 办一次回门酒 把所有亲戚都招过来 嗯 然后呢 也让大家看一看 我男人多有才多敬 嗨 我娘的脸上有光 然后就能把 这个金镯子传给我啦 哎呀 看看我老婆的手 我真没出息 连个戒指都送不了 你留给了我 比戒指更好的东西 看着啊 有你真好 明天一早 我们启程 去淮北 真的啊 快进来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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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束晕吧 是啊 小舅 我娘呢 你娘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我娘怎么会跟我们一起回来啊 我们从上海来的 哎呦 你娘啊 好久没见你 想你 这正好啊 有一队送货的马车啊 回上海 她就一起去了 走了一年多了 还没回来 都一年了 那么长时间 我都没见着她呀 那 那 这位是 她是我男人 我叫唐淑涵 来 婷婷过来 叫表舅公 过来 叫表舅公 乖 多漂亮的娃娃 那怎么办啊 我们回去吧 屋里坐会儿吧 不了不了不了 表舅 那您自己多保重 我们先走了啊 这就走啊 谢谢您啊 再见 表舅 我们走了啊 好好好 您保重啊 保重 夫人 您可真好看啊 都一把年纪了 还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 天天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勉强过得去也就算了 这些年 二少爷也不知道 过得怎么样啊 你干嘛突然提起她 她呀 要是真有良心啊 这些年来 怎么连一个照面都不打呀 一句问候都没有 好 那少奶奶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静怡啊 今天我就不在家里吃了 我约了朋友出去听听戏 一起吃饭 你们自己在家里吃吧 好 娘也该出去散散心了 娘 你今天真美 好漂亮啊 这是祖传的 哦 我来一杯茶 哎呦 慢轻啊 你在这儿啊 到处找你 这戏啊都快开眼了 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哎呀 你们的空气太闷了 出来透透气 顺便喝杯茶了 来 Milk 我看一下 干什么呀 哎呀 哎呀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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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g 这个金刚钻 橙色可是甚好的 这可是价值连城 这是当年老佛爷遇赐给我们老太太的 他又传给了我 这是祖传的 慢青 你有这么好的宝贝 也不说早点拿出来给我们看看眼 瞧你说的 我前阵子不是病倒了 也懒得出来走动 这几天看身子好一些了 你又约我来看戏 就把它翻找出来 待待咯 也没你说的那么贵重了 那我先进去了 今天戏很好看的 可不好错过开场的 好 小的了 这位女士 自我介绍一下 记者高丽博 冒昧的问一句 您是一个人来看戏吗 没有男士陪您吗 没有男士陪您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像您这么高贵的女士 竟然没有男士陪您来 我真替全上海的男士教区 你看 虽然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 冒昧的出了几天 您消息来很好看 谢谢啊 等等 叫陆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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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戏真好看 嗯 真是 身段半想都不错呀 嗯 谢谢大 嗯 满青 我用车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跟管家说了 让他来接我 你先走吧 这样那好吧 那我先回去 我们改天再约啊 好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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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还是要重复一遍我说过的话 您消息了之后来 我不习惯跟陌生人说话 四南路五十一号 等等 这是梅兰峰梅老闽明天的演出 明天夕院门口不见不散 等你啊 丁丁 咱们到外头玩玩去吧 不行 我妈让我帮忙洗衣服 不能出去 我家都是我爹洗衣服 你爹为什么不洗 我妈说 我爸的手天生是画画用的 不能干缩活 可以 好 马上就要开准了 还怕你回来了 我是看在梅老板贵妃 最久的面子上才来的 请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觉得你 我是你的女 你不要这样折磨 我要你爱我 我要你爱我 德哥 德哥 我觉得我有多爱你 德哥 你 早上要好个新闻 只好先走一步 昨晚的热情 让两个孤独的人不再孤独 你 爱 你不要 我守了爸爸一辈子 竟然久不久失试 我该怎么办 你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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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仁茶 好喝的杏仁茶 杏仁茶要不要喝 很好喝的 来来来来 我的杏仁茶很好喝 又便宜 一个东方就行了 喝一碗 我给你拿 算了算了 回来回来 等一下 有什么事吗 没事 等一下 我没钱 不用 我知道外地人来这儿很辛苦的 拿着 真是太感谢您了 不用客气 真实话 我嗓子都渴得冒烟了 我知道 一看您就是远大来的 我以前也是从很远的地方走到这里来的 我知道出到远门不容易 你也是从外地来的 是啊 我从徐州过来的 徐州 没错 我是淮北人 离一米徐州很近的 你多喝几碗 那真是太巧了 好喝吗 好喝 你叫什么 我叫顺子 我叫杨素云 就是那个白杨 就是杨树下面的白云 白云上面的杨树 算了算 杨素云就对了 杨素云 你到了上海 要找到我的闺女杨树 为什么叫我 我名字有这么难听吗 妹妹妹 别误会 这说来话长 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聊聊 我也好歇歇脚 行啊行啊 我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你跟我走吧 到我家歇歇脚 好好好嘞 老乡 你一个辅导人家 怎么能挑这么重的担子 让我来 不行 你都走了那么远的路了 多累啊 没问题 我就是干粗活的人 谢谢啊 走 大哥 哥哥 你是习武之人吧 慢点啊 慢点走 我告诉你啊 我们院也有一个习武的 是吗 在这儿 金火烤口水 ban 人有点事啊 笔也 金火烤水啊 这儿 顺子书 女王 顺子书 像许说 这儿就小子都长这么大了 小子都有了 我不想躲到 Disney干? vivre那 Bee 真没回事啊 你们俩认识啊 这位是老咕嚕的儿子顺子书 不会这么巧吧 是啊太巧了 顺子 爹 爹 爹 你把我婆婆的儿子都带回来了 你说我厉害吧 你真行 那是当然了 想死爹了 我和几个伙计在徐州那边挖煤 挖了几日 我们大伙想合伙盘个矿 可谁知道那些地头舍不许 我们就跟他起了争执 他们就把矿城所有人都抓了起来 矿城有位老大娘给我们做饭 说是要攒钱来上海找女儿 可是也跟我们一起遭了罪 他们抓了我们以后 就让我们在他们的矿城挖煤 没有一个能逃的 同队的人有的病死 有的累死 我算生命大的 终于逃了回来 顺子 你的经历 真的是挺坎坷的啊 嗯 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娘 她也挺可怜的 她叫什么名字 啊 老人家夫家姓杨 老大娘告诉我 她女儿叫 叫什么呀 叫杨素云 啊 跟我一样的名字啊 杨素云 你看 太巧了 是 啊 啊 你 你说的杨素云 不会是我杨素云吧 大娘 你要挺住啊 大娘 来 慢点 走点蟹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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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素云 大娘的这条命 是你给的 哎呀大娘 这些年 要不是你 要吃的 先给我吃 要穿的先给我穿 大娘活不到今天 哎呀大娘 你到了上海 就找到我的闺女杨素云 啊 放心吧大娘 大娘 大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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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娘 走的时候 她走的时候 有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话 她 我就知道 我知道我娘是生我的亲了 她气我没回去看她 所以她走的时候 你一句话都不肯给挽留 也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 我娘给我留什么话了是吗 你到了上海 找到我闺女杨素玉 一旦找到了她 你看见她要是不嫌弃 大娘我把她许给你 大娘啊 你一定要庆祝我 我带你回上海 找你闺女 这只金手镯 是我答应素玉 给她做嫁妆的 现在 找给你 你 见到她 一定要把我 给她带上 你 你要我 在地下 叫安息 放心吧 让她 让她 你倒是说呀 让娘说 希望你找个好人家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我娘 放心不下这件事情 你 素玉 你千万别伤心了 唐先生是个女人 你能嫁给她的 大娘以为寒笑就成了 还记得 我走的前一天傍晚 我走的前一天傍晚 我记得我娘还跟我说 比你双飞 在人间哪 哎 那叫的片儿 看好了吗 娘 你吓死我了 做我干什么呀 还姑娘的唱什么不好啊 唱这个调 哎呦 娘 我又没有自己找人去 把自己给嫁了 看把你给急的 你呀 明天就要出远门到上海去了 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 娘这心里揪着疼呢 娘还飞呀飞呀飞的 娘 这心里呀 到底有没有娘啊 有啊娘 我这去上海找大姨 可是你让我去的 不是我自己要去的 现在你又怪我 你大姨呀 年纪大了 又生了病了 你看着身边 都没有一个可招呼的人 唉 我再心疼你呀 也要让你去帮帮她 一切都完了 我没有回去看娘的 我想起来的时候 一切都完了 我太不想忍了我 蘇玉 别难受了 你别这样 我特别怕你伤了身子 再说了 你还有婷婷和我呢 我知道 可是我 我再也见不到我娘了 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你 蘇玉 你听我说 顺子兄弟刚刚回来 你也让她 跟她爸爸 两个人多聊一会儿 好 咱们改天再说 先跟我回去休息吧 好了 你 顺子 来 你 已经回来了 我 他 想到 我 一届 你 因此 我 在这边 要是 没有人 以外 是 你 在这边 我 我 我 你 夫人 今天的报纸 你先去忙吧 娘 这新户报要是没什么可看的 咱就别定了吧 听你这么说 你就是想这份报纸的钱 也不想给了 没关系 我给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看您都是随便看看的 静怡啊 我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就直接了当地跟娘讲 不用拐弯抹角 你的意思是说 这份报纸的钱 你也想给省了是吧 娘 您真误会了 不过说实话 这个家 我还真不想管了 如果您愿意 还是您管吧 呦 我才说那么一句话 你就顶我一句是吧 我哪敢啊 我哪敢啊 娘 对不起啊 我不该跟您顶嘴的 您这是怎么了 自从那天看完戏回来 您就心神不宁的 您心情不好啊 您也看得出来我心神不宁啊 我那些排搭子 那些太太朋友们 谁不是儿女成群 子孙满堂的 你看我们这么大一个堂府 却人丁单薄 唐家没有后 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 你说 小姑娘 专业六年过去了 嫁衣已经从一个小女孩 长成大姑娘了 你心里还想着我吗 如果你想我 为什么这么多年了 你还没有来看过我 我可是每天都在想着你 也不知怎么的 记忆好像永远留在八年前的那段日子 我们一起看书 一起看画 还有一起凶情的日子 承蒙菩萨保佑 把方雅基 在殿生前的朋友帮助下 经营得很好 现在我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能找回秋香椅 小心 秋香 你这慌慌忙忙的是去哪儿啊 你眼睛不好 但是多加注意才是 主持师父 我 我想问你个事 你说 查理咱们寺烧香的香客 是不是叫佳音 是啊 您怎么知道呢 她常来为她死去的亲人祈福 还点了长明灯 果然是佳音 秋香 你这是 怎么了这是 为什么 我随便问问 谢谢住持师父了 我要回去念经了 朱寒的话还没卖出去 我得再去孙大嫂那场戏 来补贴家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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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 哎 苏语啊 哎 今天多亏了你愿意来这个重操就业 要不然 我们的攤子都积不下去了 我们家的钱 也快充不下去了 哎 那正好 正好 正好 哎 宋大嫂 哎 哈哈 哈哈 苏语 怎么样 我今天唱的不错吧 哦 还喜欢 你看 这不 List 就好 找的好啊 您认识我 女儿 ол 哎 你们认识啊 哎 你是大哥大嫂的朋友 你看大哥大嫂 你们的朋友 也爱听我唱的戏呢 听 长得好啊 这今后 又小晕雀 在这儿之键 帮助你们 你们这戏班子 一定会好起来的 是吧 哈哈 那怎么分账啊 иг 什么什么分呐 不用分啊 大哥大嫂给我多少钱 我就拿多少钱 我看这样吧 今后就五五分 什么 什么叫五五分啊 一人一半啊 一半 那不是很多钱呐 大哥大嫂 行吗 行啊 行行行啊 刘爷 您是我们的大恩人 您怎么说 就怎么合适 您这大恩人呐 真是个大好人 您这么喜欢听我唱戏 以后您每天来 我每天都唱给您听 不说您全行吧 好好好 糟了 时辰不早了 我得赶紧回去做饭了 对了 我来这儿唱戏的事儿 大哥大嫂别跟叔叔说啊 要说了 他心里该不高兴了 行啊 放心吧 放心吧 那我们就家里见 回见啊 我们这账怎么还呢 您刚才让我们跟小云去五五分账 你说这一来一去的 有没有什么客人 我我们这钱怎么还呢 这是你们俩的事儿 这这也得看观众买不买仗 不是 这个我不管啊 我跟你说啊 您要不能及时还账的话 我的弟兄们 他们也不答应啊 那边 您放心好了 这个钱我们一定按时还给您 这就对了嘛 好 提醒一下啊 千万可别多嘴 让小云姐知道我是谁 不则小心舌头搬家 走 你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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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把 那我 你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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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你 和一样 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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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死去的儿子 秋香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去面对那位姑娘 嘉丽 你别怪秋香依依 失火了吧这是 这怎么了 婷婷 婷婷 妈妈 我在失火 婷婷 你拿的什么呀 不是不让你碰这个吗 不要弄这个东西 这很危险的 刚才爸爸说饿了 我想早点做饭给爸爸吃 今天做饭是妈的事 跟你没关系 你记住了 我可千万不能碰 知道了吗 你看你把我给吓的 爸爸呢 在里面 你快醒醒吧 你快醒醒吧 你房子都会着了 你还睡觉啊 怎么搞得这么多烟呢 坏了 怎么回事啊 宋云啊 我们这里的屋子是一间连着一间的 要是真的着气火来 那可全完了 你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给你做衣了 都是我不好 真是对不起 都怪我 我今天回来晚了 这孩子不是很懂事吗 就想替我们做一下晚饭 结果就搞成这样了 对不起 这婷婷才多大呀 怎么能干这些事呢 你要是晚回来 让舒涵做一点 是是 春花姨 不关我爸爸的事 是我自个儿要做的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爸爸 你呀 你别听她的 那个春花呀 说话不过脑子 想说什么说什么 你要听她的 那怎么成啊 小小气儿 来喝喝水 我跟你说啊 谁要是跟她一般见识 谁就是傻瓜了 别气了 喝一口 今天确实是我不好 差点酿成大祸了 孙玉 你别安慰我了 六年了 我一事无成 有时候我真想 买出一幅画去 可是就是没人要 我都怀疑我自己 活得还有什么意思 别别别 你活着对我们很重要 什么叫一事无成啊 你看 你看后面那些画 全都是你辛辛苦苦画出来 这不都是你画的吗 你别这样了啊 这么多年了 只有你傻傻地相信我 谢谢你 说啥呢还说谢谢 我是你老婆 你是我最好的男人 放心 嗯 跟你说件开心的事 你看 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我记得上次你把查栋卖光了 也没赚这么多呀 涨价了 没有 做生意的事啊 你是不懂的 我懂 我来 你呢 你呢 就把画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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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好就行了 好 家里辛苦有你 不过这样你会不会太累了呀 不累 为了人家 我做什么呢 都是快乐的 你看我 我必须每天都干活 我要是不干活 我身上就哪儿都痒了 很难受 怎么了 没事 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是 是这样的啊 从明天开始呢 我就想在外面多卖一些杏仁茶 可能回来的时间会晚一点 行吗 你别理会了身子 那这样 明天一早我再拿着画去卖卖看 要是能卖出去一两幅 也能挣一点钱 帮你分分忧是吧 肯定能成功 咱们有钱了 你看 这么多钱怎么花呀 早上跑新闻 只好先走一步 昨晚的热情 让两个孤独的人不再孤独 念你 爱你 李博 我这是怎么了 我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对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动心 或许 或许真的是因为 我寂寞得太久了 大娘 对不起大娘 伤在哪儿了 好痛 这样大娘 我家就在前面 您跟我回去上点药 休息一下好不好 对不起大娘 慢点儿 来 慢点儿 小心点儿 快点儿 大娘 您府上在哪儿 我送您回去吧 大娘 您这是怎么了 大娘 您别哭啊 奶奶您别哭 我去拿窝窝头给您吃 我想我的儿子 那我带您去见她 那我带您去见她 找不着了 我儿子他死了 他因死在大海里了 大娘您别哭 那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就我孤老太婆一个人 我的宝贝儿子死了 我哭下了眼 也哭不回我的儿子 大娘 您别哭了 也不 您告诉我们 您家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把您送回去 我没有家 我 我就在外面 瞎过 大娘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暂时住在您这儿 什么时候想到有人可投奔 我们再送您过去 啤啤 奶奶 怎么了 你觉得我们家 还能再多养一个人吗 哎呀 我知道 你看 大娘她 眼睛都看不见了 这万一出去以后 有什么事儿 咱们心里过意地去吗 您就告诉我 您就告诉我 我心里肯定过意不去 但是你说 吃饭的问题容易解决 你省办完 我省办完 就行了 可睡觉怎么办呀 睡在哪儿啊 我保证不会把您弄丢的 放心吧 奶奶 乖 睡在哪儿 咱们挤一挤 行 那其他的我来安排 感激我吗 感激你 来 来 喂 喂 伸直 伸直 你怎么来了 吊嗓子啊 有客观给你捧场 你还用得着吊嗓子 那也得吊啊 是不是 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呀 这么多人喜欢听我唱 所以呢 我就得好好的唱 好好的练 才对得起他们那么喜欢我 人家说得对 好好练才有人看 知道吗 把腿抬下 抬 说什么呢 我这不是说孩子的吗 那个 那个刘也是怎么回事啊 很大排场吗 他就是经常来看戏的一个看官 那这个看官还挺有眼力的 一眼就认出 我是当年的小云雀 秋香医 秋香医 待会儿啊 您就在这儿休息 我就在楼上 有事您叫我 好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怎么没听到素云的声音啊 好 素云啊 从早忙到晚 应该也是买差去吧 她呀 一会儿就回来了 她是个好媳妇 我没事 没事 小一跳 主啊 这老太为谁啊 是唐先生的老太好 你多俗气 才不是呢 那个唐夫人呢 每天捣持的多光鲜呢 跟黄太后似的 素云 你去哪儿了 我们刚才在西边钓 鱼 我们去西边钓鱼去了 钓鱼去了 钓鱼去了 钓鱼 鱼呢 当然在河里了 今天运气不好 没跳着 没跳着 你帮我看着秋香医 我要出去一趟 好 秋香医 你早上想吃什么 我给您做 素云啊 我 素云 你到底是钓嗓子还是钓鱼啊 要你管这么多闲事 来 来来来 过来 您等等啊 那个老太婆 她是谁啊 昨天淑涵在街上 把人家撞了 她儿子死了 眼睛又看不见 不记得自己住在什么地方 舒寒就把她带回来 跟我们住在一起 还真是穷大方呀 随随便便就让人住到家里来 那有什么呢 不就多一个老太太住着吗 等我们家舒寒的话 漫出去 漫出去 我听说啊 这个人参 六年才开一次花 你们家舒寒就算是人参 也早就开花了吧 对不对啊 人参六年开一次花又有什么了不起 开了花也会被吃掉的 人参能跟我们家舒寒的花比吗 有朝一日我们家舒寒的花卖出去的花 这上海所有有钱人家的墙上 都想挂我们舒寒的花 难道你见过 有人把人参挂墙上的吗 希望 真的没有这么一句 要是这样 大娘在天之灵 也可以安息了 不懂艺术 舜将爷 她的没文化 说话不动脑子 不用理她们 二人慢走啊 走好 先生 您要买点什么呀 不买点什么 我想 能不能求见下你们这儿管事的 你要借我们掌柜的 做什么呀 在下唐书寒 有一些画作 希望能请柜店帮忙代售 原来是个画画的呀 我以为干嘛的呢 行了 别在这儿杵着了 那你先等着 我去通报一下 谢谢啊 我们掌柜说了 如果先生您呢 有一些古代的作品 那我们掌柜 还有兴趣看上一看 如果都是您个人的 那真是对不住您了啊 信任也有新画风 要不 我这些画您先看看 行行行行行 我说你这人怎么不通气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 请你离开 华叔 华叔 照目的整理很清楚 辛苦你了 小姐 咱们店开张至今 你看 不仅买家踊跃 就连卖家也乐意到咱们这儿来啊 这样我就放心了 对了 华叔 我让你帮我打听的秋香仪的事情 有消息了吗 昨天有人从巷山来 说是在寺庙那边看到一个女的 很像秋香仪 巷山的庙 我才去过 你确定是秋香仪吗 反正那个人自称是秋香 据说她因为儿子妖王 活活把眼睛给哭瞎了 那一定就是秋香仪了 她把眼睛都哭瞎了 我这就去看看 小孙儿 快开店 是 我这店哪 每一尊地上都是钱 怎么能白给你放画呢 行了 你可以走了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成名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还是我的画 真的就是垃圾 小红啊 再去准备点宵夜来 是 太太 哎呀 那些小报啊 没得写 非要给我写个什么海派名媛新时尚 麻烦 是不是你们白先生生意做大了 那些人要拍他马屁 故意逗你开心呢 我说满青啊 你这话说的可真是不助提 人家白太太又敢时髦又漂亮的 你说我们几个谁都比得上她呀 满青恐怕不同意吧 哎呀 说得也是啊 我们再会穿衣打扮 比起你这上海人嘛 当然是要输那么一点点的咯 红中 胡了 小三元单调红中 哎呀 我要胡这三张牌 又连输了五把了 这么好的牌 难道我不要冒着险呢 真可惜 你说说你 这个牌啊 八碗都在你这儿 你要是不放炮 怎么也该你胡啊 就是啊 这要说呀 人呐要是倒霉起来 喝水都塞牙 来 好了 我们改天再打吧 别急啊 吃完宵夜再走啊 不吃了不吃了 你们家外面就有车 我还是早点走吧 免得把我的晦气传给你们呢 走了 那我不送了 小红 送客 是 这位唐夫人说话怎么这么不住听啊 听说唐家做什么亏什么 弄得现在都一蹶不振的 你们两个赢了她的钱嘴上就饶了她呗 人家寡妇失业的 怪可怜的 喂 你说她水灵灵的一个人 又这么漂亮 这几年累月的 她守得住吗 看你说的 又不说了 高丽博 你骗我 你就是个骗子 哎 但是他们都都是成年人自觉自愿的 建政 建政 那 我们又见面了 终于又见到你了 我们也不再见 我们不该见面了 我说过 我真的不想见你了 只是一个寡居的女人 我不在乎你什么身份 我只在乎你 我 我当时只是一时糊涂 我 一时糊涂 好美好的一个子女 一时糊涂 老天爷让我一时糊涂遇见了你 现在 我们又见面了 可是 可是我 诺大赢上海 诺大赢上海 我就不相信容不下我们两个 因为孤独而在一起的人 对了 那天 我看你睡得那么熟 我就没有叫醒你 是我的错 能否给高某人一个机会 到寒舍一座 我奉茶向你道歉 我家里就只我一个人 再晚也没人说话 嗯 嗯 我家里就只我一个人 再晚也没人说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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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这是我在上海的临时住所 所以比较简陋 不由建议 随便坐 随便坐 唐夫人 随便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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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坐